国军为了维护和重视官兵权益 rights potential 使大家无后顾之忧 在各军司令部、国防大学及国防部都设置了国军官兵权益保障会 目的就是在确保官兵及聘雇人员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法治观,我这样讲没错吧? 没错没错 而且我们也推行了许多权益维护和申诉的管道 包括国防部1985申诉专线 各军司令部的0800申诉专线 国防部发言人脸书等等 大家可以通过相关机制反应单位内 有个人影响权益受损或遭受不当处分等情势 以协助干部先期发掘解决问题 此外,官兵若应执行公务设送 只要符合应公设送规定要件 都可以向所属全保会申请设送辅助 由国防部来审酌补助诉讼费用 学长,听你这么说 全保会就是在捍卫国军公平正义的救济桥梁 是的 但近年来还是有少数干部 在处理所属为师行为时 未能遵守正当程序 以致懲处和违反事实不符 也有部分申请人没有先自我检视 及禁止透过救济管道 意图撤销或减轻处分 导致资源无端的浪费 所以接下来的全保教育单元剧 就是希望大家透过剧情内容 清楚了解全保会设立的宗旨 并以课遵法律和淫规的态度 来建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 一起来比照办理 比照办理 学长比照什么办理 我是说全保剧的剧名叫做比照办理 不过要注意 不是什么事情都能比照办理哦 看下去就知道了哦 记者都能比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又没有跟你说公文送出去前一定要叫稿 现在里面措置一堆 长官问我 我负责吗 学姐 这倒是你叫我做的 你不能这样骂我啊 我都听你的命令耶 所以啊 事情做好了吗 真的是没有办法交代 好好好 我做我做我做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幼儿园离家近接送方便最重要 你非得要找你们营区附近的双语幼儿园 学位昂贵就算了 你还跟我保证 以后接送都有你负责 好啦 现在部队的一纸命令下来 搞得我们不上不下 你说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解决 你去幼儿园退费啊 啊 不然的耶 我缴了好几万了耶 现在换幼儿园 难道我就这样算了吗 谁跟你说妹妹要换幼儿园的 我们家离幼儿园 载到你新的单位 这个车程如果不塞车的话 至少要半个小时以上 每天这样往返真的不是办法 而且那个园长 真是超难搞的 每次讲到退费 都要拿教育局的规定来压我们 谁跟你说我要调单位 调职令都已经下来了 你是军人 难道你要抗命 我是士官 国军本来就应该保证我 在固定同一个单位扶到退伍 不能随意调离限制 算了 我懒得跟你讲这些 反正为了女儿 她可以有好的环境 有好的栽培 我是不会同意她换幼儿园的 我也不会任人摆布随意调单位 你知道你刚刚跟我讲的那些话 真的让我很难过吗 全单位上上下下 所有人一起欺负我们母女俩就算了 现在就连你都觉得我应该接受安排调职 我告诉你哦 我不会同意调职 还有请你记得 你是我老公不是我长官 你是妹妹的妈 我是妹妹的爸 妹妹出生之后 所有的决定都是你安排的 但是我看到你最近的情况 跟你的情绪让我很担心 你要不要好好冷静一下 想一下 怎么样做的决定才是对妹妹最好的 你给我听清楚 我不会同意调单位 是我 我已经要知道了 司官长麻烦配合一下安全检查 好 帮我开置物柜 帮我出自手机演电 好 我帮你做消毒两个体温 好 好 帮我开一下后车厢 有没有这么精实 早上送女儿上学 都跟老师讲话迟到了 我现在还要检查这些 可以了吗 好 你有看到王佑珍司官长 看到调子令的反应吗 当然有 先是一阵震惊恶 接着双手颤抖 然后恼羞成怒破口大骂 说你们这些男生 联合欺负他一个当妈妈的 帮帮忙好吗 他是学姐 事情都让我们做就算了 谁敢欺负他 再说 调职是长官的权责 哪是我们能决定的 说到这个 我忍不住要叹探长官英明 像这种整天只会推脱甩锅 眼里揍他那个宝贝女儿的 害我们整天还要跟着他后面擦屁股 早该让他知道大家的辛苦了 唉 你们两个少说风凉话啦 今天学姐职务的人可是我 她手上还有一大堆 进度落后的业务 而且她到现在完全没有想要交接的一次 这样没头没尾的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学长我正要提醒你 一定要跟士官长交接清楚 不要让他就这样拍拍屁股走了 没错到时候出问题了 谁扛啊 学长 现在几点啊 八点零一分 我没什么其他的意思 我先去忙了 对了那个我也有事要忙 莫名其妙 这些人到底在怕什么 师官长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刚刚在背地里说我的闲话 我 怎么了 敢讲不敢承认啊 反正讲来讲去还不是说 我这人是自私的 眼里只有女儿 我就不懂耶 当妈妈疼女儿哪里错了 师官长 我也想找你讨论业务移交的事 我听不懂 你做你的 我做我的 我不知道我们俩之间有什么好理交的 我接到人令 要来接你的位置 我也接到人令了 但我不会接受 也没打算掉走 什么叫不接受 怎么可以违抗长官的命令啊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没有问过我的意愿 凭什么把我掉走 一大早大家讲话这么大声 有什么事需要科长处理吗 科长 师官长他迟迟不跟我交接业务 我知道 先去忙 佑珍 调职令收到了吗 收到了 但我不要调职 需要和我聊聊吗 好啊 我也想知道长官到底为什么要把我调走 跟我来 喂 院长 奶奶在学校跟同学打架 怎么会 我离开的时候 他们不是玩得好好的吗 好 院长 你等我几秒钟的时间 我交代一下 报告科长 报告科长 抱歉 我女儿在学校有些突发状况 我先处理一下 没事 先处理女儿的事吧 谢谢 喂 院长 妹妹有没有受伤 妹妹有没有受伤 同学打人吗 只有妹妹动手打人 不是 小孩子打打闹闹难免吗 就是在玩 佑珍 你还好吗 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困扰的事情 是你们科长请我来关心你的状况 原来是科长请幸福官过来跟我聊一聊 我最近心情确实不太好 还不是因为调职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太过分了 幸福官你评评理 事关在自己的户籍地长留久用 这是我的权利 凭什么一直命令就把我调走 我女儿才刚上幼儿园 那她之后的接纵照护谁来负责 这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佑珍 你先冷静 我想先确认 你女儿的事处理好了吗 你不是妈妈你不会懂 孩子的事情 永远没有处理完的一天 吵架的事情解决了 等一下很有可能又一通电话说 你女儿在学校跌倒了 受伤了 身体不舒服 不过你放心 如果耽误到上班时间 我一定会完成请假程序 除了完备请假程序 你有没有考虑过其他同人的感受呢 许多次独立来看 当然是情有可原 毕竟你是一个爱女人 女儿的妈妈吗 但长期下来 你所执掌的业务 常常临时要其他同仁代打上阵 那他们的心里会怎么想 其他人怎么想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吧 如果我心否冠的是 担心我的人际关系 我真的很感谢 但我不在乎 真的不用在意 还有关于我调职的事情 已经影响到我女儿就学 还害我跟我老公大吵一架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怎么可以没有问过我的意愿 就把我调走 原则上 在经管规划上 确实会让士官兵同仁 在自己的专长领域发展 但是人事运用 是主观的权责 既然你已经收到正式的文令 我们身为军人就应该要服从命令 士官兵在同一个单位长留久用 这就是惯例 其他的我不想听 说白了就是你们这些男人 没有办法体谅我这做妈妈的辛苦 看事情 只看表面 去评断那个公平性 然后最后起来联合排挤我 你们剥夺了我可以兼顾工作 跟家庭的权利 你不觉得你们太过分了吗 尤正你是不是需要给你时间冷静一下 没关系 我也不想多说了 我这就去申诉了 只是我觉得长官也蛮奇怪的 之前负责工程的邱振华少校 依法行政不肯办理议价 硬是被寄过 结果呢 逼着他去全保会申请救济 这都有潜力了 现在还这样子对我 你觉得自己跟邱少校的情况 可以相提并论吗 为什么不行 我们俩都是依法行政 被长官欺压 结果一个被寄过 一个被调职 你不觉得很像吗 还是其实我比较惨 连我要申请全保 我都要得到长官的许可 申请权益保障 是你的权益 不需要经过长官的许可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当初邱少校申请全保的时候 有跟单位的法治官咨询过 现在我邀请法治官帮你 我要比较买 欣甫管 不知道你和网优真聊完之后 他的心绪状况是否好一些了 跟他谈话后 发现自从收到调职令 他就一直处于情绪高昂的状态 目前还不愿意接受调职 所以才想来跟科长您了解一下 王又真平时的工作情形 还有心绪反应 他觉得单位同仁联合排挤他 所以才把他调走 实际上自从他女儿出生以来 他完全无心上班 只想问他作业进度 总是两手一摊说 抱歉女儿半夜哭闹 昨天没睡好 容易健忘等等 其实长期下来 许多同仁都汗无反应 需要不定期分担他的工作 他却表现得无关紧要 这已经意向 办公室的团队和谐气氛 会将他调整单位 也是避免官兵 彼此心生怨对 同时希望藉由转换环境 可以让他重新思考他的生活 以及工作的节奏 我有找他来谈过这件事 他表示不愿意掉职 觉得大家都在欺负他 目前决定提出全报申请 提出权益保障是官兵的权益 我们尊重他的决定 但关于业务移交的部分 我们还是会要求 他必须在调职生肖日前 完成交接程序 并且准时任新单位报道 法治官 法治官 我最近收到调职令 但我没有办法接受 为了能够方便接送女儿上下学 随时应变处理女儿的事情 我是不可能离开现在这个位置的 这件事情一定能够转换 我想要比较邱振华少校 透过全报会 让单位撤销调职令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提出全报申请 市管长 您的情况申请权益保障 需要仅具申请书 及调职令等相关组成资料 并且邮寄制的司令部全报会 至于相关的书状格式 可以在国防法规资料库 里面的权益保障专区 找到范例 那可以知道 申请权益保障的流程吗 在您提出书面申请后 全报会在召开会议前 会通知你到场 会以书面的方式陈述意见 之后委员审议的结果 则会以决议书的方式送达给你 那我了解了 其实我刚刚有去找过 之前受你帮助过的邱少校 不过她给我提出 申请权益保障的资讯很模糊 现在想起来 她的反应也很奇怪 你去找过邱少校 她只告诉我 如果要提出全报申请 那就把想要说的话写下来 寄到全报会 其他的也没有多说了 就包括我这次发生的事情 她也不太想听 我还以为 她因为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情 会有切身之痛 想要为我打包不平 你想要兼顾工作 还有家庭的心情我能理解 也支持你 寻体制内的救济管道 提出全报申请 那就好 我买您出口最近压力真的蛮大的 但我为女泽强 这次我非赢不可 谢谢法治官提供咨询 不会 欢迎有问题的话 随时在 欢迎有问题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